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年最後一條影片 2022年繼續過得很忙、很充實 雖然是辛苦的 每天只睡4-5個小時 但是開心的 有大家的支持令我很有動力繼續拍片下去 對,回顧不多說了,說得多都悶了 所以今天我就抽起了一些年度化妝品清單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經常用什麼 喜歡用什麼 用了什麼化妝品去化現在這個妝的話 沒錯,最後一天都是逼大家看我的素顏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今天我的皮膚狀態都很差 因為吃藥,你會看到不同的粒粒出來 但是就是拍化妝片最好的時候 現在不如先戴蝸 這兩款Color Cone都是我今年挺喜歡的 這盒很多時候會掃硬或淡妝的時候戴 我覺得它是自然版的Vivirine 6月用什麼影片有分享過 它戴出來是很通透,很有靈氣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然後這款是偏灰綠色 戴出來不用怕的,不像喪屍 它的綠色調得非常好 沒有綠色那麼深色,又沒有橄欖綠那麼淺色 是很適合一些復古的造型 今年很喜歡用這個小工具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購買 就是一個鉗和一支棒棒 剛才我也是用它來戴蝸 我覺得衛生很多 而且很方便,不用手指 怕會弄到眼球 一吸下去就已經成功戴上了 然後到Primer的部分 我不是每次都用的 通常是天氣比較乾 或者皮膚是乾到脫皮 我很怕底妝不貼的時候 就會加進去 所以以保濕為主 我手上這兩款 我選不到哪一款是最喜歡的 因為不同的情況都會用不同的Primer 例如天氣不太乾 只是我皮膚乾的話 我會用MAKE UP FOREVER的 這款Hydra Booster Step 1 Primer 然後如果皮膚乾天氣又乾的話 我會用MAC的這款 叫Studio Radiance MAKE UP FOREVER這款 它塗出來是橙色的 然後推開 你會看到馬上是很水潤的感覺 然後很好推很薄身的 MAC的這個我挺喜歡 它是泵頭的設計 然後一推開 你會看到有一點厚度 所以它的滋潤度也會高一點 今天我就每邊面塗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它們兩個塗出來 都是沒有顏色的 純粹是增加保濕度 這一邊面是用了MAKE UP FOREVER的 然後這一邊面我就塗MAC的 兩款都是有明顯的香味 來到concealer這一部分 大家很快就不用看到我的素眼了 我選了韓國的四色遮瑕盤 牌子是J.I.X 直接用一個掃去拿遮瑕膏 然後點在眼底的位置 然後用手指印開 只有一層的分別已經很明顯 我是千年萬年紅貓黑眼圈的代表 然後另一隻眼我都一樣 其實用回剛才用剩的那些 塗完就夠了 而最重要是不會乾 不會塗在紋上的 以一個遮瑕膏來說 它的滋潤度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下一個步驟到粉底 今年用得最多的竟然不是粉底液 而是這個Cushion 它是YSL Glow Pad Cushion High Cover Mesh Foundation 我的色號是B30 我已經用完一個再換了補充妝 裡面不是那種海綿 你會看到網紗下面會有些粉底 一拿出來有一點像粉底液 基本上你按一下 它已經很完整 拿了一個很平均的粉底 然後你就可以塗上臉 它的妝感完整 是很自然的 你看到均勻膚色的效果很好 然後光澤感也很漂亮 它有香味的 但不算很濃烈 我塗了這半邊臉 不會很厚 但會立即令整個人精神了 有一種皮膚很好的感覺 這個是我一年四季都用到的 它的持久度非常好 可以保持貼妝 不會暗沉的 除非是天氣很熱或潮濕 才會受不了 然後上妝很快很方便 是有點貴 不過這個貴我又覺得是值得的 碎粉我選了這兩個 有NAS的Light Reflecting Satin Powder 和Make Up Forever的Ultra HD Satin Powder 就看看我想要有一點光澤的妝感 還是全霧面的妝感 今年我習慣用粉朴羅碎粉 這個很厲害 你看到完全的粉不會飛來飛去的 它還有微微的光澤 有一種斷光的感覺 然後Make Up Forever這個 一上去你就看到了 它已經立即霧面了 這個顏色就是Light Banana 因為之前我買過它們透明 那個顏色就是白色的 對我來說是會有少許泛白的情況 然後我用了Light Banana 這個更加喜歡 它完全融入了我的膚色 那裡我畫眉今年最驚喜 一定是Benefit的 這支Always Ready Brow Pencil 它是一個彎月形 看到它的形狀以為畫出來很粗 不是的 它很扁的 所以可以畫到很精準的眉型出來 連我這個不懂用眉筆的人 看不看到它拉出來的眉尾是很自然的 很漂亮 然後你可以打動畫眉頭 那個形狀又剛剛好 然後你可以打扁它 去勾回眉型出來 畫完再用後面的眉筆掃一下 它整個感覺好像用了眉粉一樣 很柔和的 下一個步驟 就不如做避影和shading 今年這個category不是很多佳禮 我忘了是Ato House是去年開始用 還是今年 然後就是剛剛新買的這個韓國品牌 但是如果算用得多來說 總算是Ato House 我不是說做很多陰影 只是這樣打一打就OK 而且額頭這裡 令到粉底雖然這個不是很白 但是有時候粉底太亮白的話 你弄一些在髮制線 那面會這樣縮下去 去到眼影完全不用考慮 一定是它 是Natasha Delona的Mini Sunset Palette 今年用得最最最多 基本上是我每一天都很想用的眼影 你看到是很難得被我用到黏了 它無論是牙色或是金屬色 之後全部都是做得很好 延展性很好 細密很滑 它的粉質是怎樣化呢 都是沒有界線感的 是完全很貼服在眼皮上 通常眼影我用了一個顏色打底之後 就會畫眼線 然後今年比較常用的 就會有Make Up For Ever 或是Lily By Red 但是兩個都不算是我超級喜歡 因為Make Up For Ever 這個是超持久 它只不過是顏色未夠深啡 大家就會看到眼線很滑 而且很防水 你去遊船河 那些沙灘完全沒有問題 Lily By Red 它是會深色一點 我畫一個粗一個幼 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到了大半天 有時候眼尾會不見了 所以我最喜歡的都是Yuzu那支 但是如果你說今年接觸的話 這兩支都不錯的 它都蠻好握手的 可能要練習 但是不會畫到它歪來歪斜的 結論是 如果它可以持久一點 或者它可以出深粉色的話 就完美的了 繼續畫眼影 blend開眼線 我也是很悶很悶的這個畫法 如果有朋友跟我一樣 是健康膚色的話 這盒眼影你一定要買 你看到它blend得很漂亮的 不會說剛才的顏色和之後的顏色 是一塊一塊的感覺 重點是這個金屬色 每一次都會被人說 哇你化得很漂亮 不是我化得很漂亮 是它的顏色很漂亮 我會跨下眼線的位置 眼妝看起來很黃 不用怕的 還有這個打亮的顏色 加在眼皮的中間 還有一點點在眼頭上 這盒眼妝看起來 今年最喜歡的是MOOD 但是我沒有在手 因為放在長洲忘記拿回來 然後今天不如用兩支 一支比較新出 兩支都是新出的 Maybelline和花絲 都是最近圖論度挺高的 Maybelline Sky High 比我想像中是自然很多的 它的刷頭是一個 怎麼說呢 向外的梳形 它的刷頭是比較硬的 如果不小心弄到眼皮的話 我試過都挺痛的 然後它塗出來很自然 但是濃密度我就覺得差一點點 接著FASIO用灰色這一款 它是一個大刷頭 在有對比之下它塗的時候 明顯沒有Maybelline那麼硬的 但是好像根根分明的效果 Maybelline就好一點點 這個的濃密度 兩支差不多 然後選了TOOFACE的深深胭脂 色號叫做I will always love you 它是一個珊瑚橙色 不用怕它不是螢光橙 顏色的話是這樣的 很適合健康膚色的朋友 它的小兔子額花漂亮得 我放了很久才可以使用它 一化上去整個人的氣色就出來了 剛才我好像很生病 因為我真的不舒服 但是現在我們再掃一點在鼻子上 整個人就會有一個血色在 兩方面 依然是Bobbi Brown 這個色號是Pink Glow 雖然MBE也好用 但是年尾才遇到它 今年大部分時間 真的正在用 Bobbi Brown 沒有陽光的情況下 有啊有啊 就是這個筆位 是令到我到現在都很著迷的 它是不會顯毛孔 然後看下去 真的 我真的不懂得形容 以往唇膏我會選幾支 今年不用了 就是它 MAKE UP FOR EVER的134 因為它是我今年唯一一支 用完之後再有一支新的 超級喜歡 它是我的命定MLBB顏色 是一個很漂亮的奶茶色 完全是素顏、淡妝、濃妝 我都會用到的 看到我的嘴唇現在是極乾 然後 我就這樣塗上去 是很滑的 很滑的 之後呢 不容易塗出界的 我也是就這樣塗的 我現在只是看著鏡頭 都可以滑到很漂亮的效果 它是我今年最喜歡的唇膏顏色 但是呢 包裝我就一般的 因為很大支 放在袋子那裡 如果帶小袋子 我會妥協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它那個顏色 它的質地 還有它出來的妝效 這些就是我的年度化妝品清單 我在2022年很喜歡用 經常用的產品 現在這個燈光 我都不好意思 看不到妝效 不如找日有日光的時候 我用回同樣的產品 然後補拍一點鏡頭 補拍開頭給大家 現在太暗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日更加深 和星日更加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明年再見 拜拜